哈嘍,大家好,我是LioDX 在戰艦主砲那一集呢,我們學到了這個戰艦主砲是需要做條術的 不管是打道中或是打王,其實透過條術可以達到最大化的一個輸出 好,今天我們來講這個航母,航母也是一樣,不管你是在道中或是在打王 其實他們也可以透過條術來互相做到搭配,達到一個比較好的,比較大量的一個輸出 好,舉例來說我們知道這個祥賀的技能 祥賀在這個起飛之後呢,會帶動全隊的傷害還有減傷 所以我們必須要讓他先起飛之後,後面接著其他的飛機,比如說瑞賀 這樣子的帶動起下,起飛帶動這個buff 那後面覆蓋的buff的人在起飛做到這個增傷的動作 就達到我們所謂的這個傷害最大化了 好,那回歸來我們這邊要介紹說我們要如何控制這個空襲的時間 空襲時間其實以前我們都有一個公式,去計算這個不同的艦載機 他們有不同的見載數,然後經過一個複雜公式算出來 最後呢,我們會得到我們這個空襲的時間 那原本我已經準備好一支影片要教你去如何計算 讓你了解說他們的空襲時間最終是怎麼產生的 不過有一次的這個更新,也就是7點作戰更新之後呢 官方很貼心的幫我們把最後的空襲時間給計算出來了 所以我們只要更換一個飛機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這個一個飛機的這個不同的CD時間 確實會影響到整架這個我們起飛的空襲時間 所以官方已經很貼心的幫我們算好了 這個是普通的裝填 不包含貓也不包含任何的技能buff 所以單單只是你的裝填去影響這個飛機 如果你在戰鬥的話還要考慮到你的貓 還要考慮你的其他的buff 不過那都是後話 基本上我們可以依照目前已知的這個CD時間去做調整 已經是很好的一個改動了 好,那這邊我們就很簡單的可以跟你講說 接下來我們只要挑選哪個飛機快哪個飛機慢 那快慢之間互相去調整之後 我們可以達到我們想要的一個調速空間 好,接下來我跟你講說哪些飛機是值得你去做挑選的 好的,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戰鬥機 戰鬥機首先有分這種沒有炸彈傷害的 也就是只有對空能力的這個飛機 他們一般來說起飛都非常的快 CD非常的短 因為他們沒有炸彈 那第二個就是有攜帶航彈的部分 就是帶500磅這種炸彈的飛機 那又使這個金海道它的起飛速度最快 所以它的DPS相對也比較高 那最慢的就是地獄貓 不過地獄貓它的機槍對空能力也很強 那航彈大概都是500 所以CD比較慢沒關係 它有它的對空優勢 那500航彈對海的炸彈的傷害其實也是一樣的 那取而代之這邊有一個比較特例的是 這個海大黃蜂 它一個人就帶了兩個1000磅殺彈 所以它的對海的傷害是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它的CD還比這個地獄貓來得更快 所以如果你是針對要對這個對海打擊的話 優先去選這個海大黃蜂當然是最好的 那如果你要兼具這個對空還有這個對海傷害的話 最好就是選這個金海道 那如果你不需要對海的話 純粹只要滯空能力最強的話 那你選這個天劍或是這個對國戰鬥機 都是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好的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轟炸機系列 轟炸機的CD呢從慢到快是如此這樣排列 然後轟炸機也有個好處就是好論的地方就是它的DPS 其實也是跟它的速度是成正比的 最慢的這個SP助C呢 它擁有最高的一個對海傷害 是應該是無庸置疑的 目前為止都是這樣 那海焰呢它其實沒有什麼對海傷害 當然它的CD也是比較快的 那如果你要中間要調整一點的話 就是稍微快一點的彗星 那它也有相對一定程度的一個對海傷害 那BTD也是一樣 稍微慢一點它DPS也會稍微再多一點 所以你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我要把這個轟炸機的箭載機 速度調慢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帶SP助C就沒錯了 那如果我希望這個 建載機能夠再快一點 空襲之間再快一點的話 帶個彗星甚至帶到海焰都可以 那這邊的一個條件就是說 你的這個轟炸機的效率是如何 比如說像方舟 方舟的這個轟炸機效率只有80% 所以它帶海焰其實也不會損失太多的這個轟炸效果 帶彗星也是一樣的結果 那如果你今天的轟炸機 比如說小佳佳 小佳佳明明它的轟炸機的效率很高 你又給它帶海焰 它基本上就零傷害 所以你最低最低可能帶到彗星或是帶到BTD 這種傷害這種CD時間就差不多了 如果再下去再滴下去的話 那小佳佳基本上你可以不用拍它上場了 因為它是以吃轟炸機為主的一個飛機 好所以 你要看一下它的效率 效率如果越低了當然你可以選速度越快 那如果效率越高的話 盡量還是使用這種DPS 比較高的武器給它裝 那去調配其他人的CD會比較好 好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魚雷機 魚雷機最快的這邊有一個青花魚 青花魚很快 不過取而代之它的航彈的傷害其實也沒那麼高 那這邊最泛用的是我們說魚 它CD很短那傷害其實也很高 其實我們廣泛使用的都是用說魚 帶著這個818中隊呢 就是有緩速的功能 它當然CD慢一點 不過它有一個debuff可以幫助你緩速 所以很適用在於打擊一些 角層比較快的敵人啊 那你想要緩速 基本上第一個優先起飛會帶的 都會是818來負責緩速的一個效果 那後面也有這個比較慢的平訊一點 可是基本上我們不太會使用它 除非必不得已你必須使用更慢的這個魚雷機來調速的話 才會用到它們 否則的話請你以前面三架來做你調整這個速度的一個依據 好再來有這個重音的極速魚雷 極速魚雷首選目前就只有流星可以用而已 如果你沒有流星的話 那取而代之還有這個天山可以做使用 所以極速魚雷其實就很簡單 要嘛就是流星 要嘛就是天山 好首選當然就是流星啦 好啦以上是今天介紹你 教你如何去調速 調整空襲時間的一個方法 不過也很簡單的啦 基本上經由上次這個修正之後呢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完整的空襲時間了 那接下來我們只要知道說 誰的飛機是快的 哪一架飛機是慢的 好那在不影響它的整體傷害的情況下 我們盡量去選擇我們想要的一個空襲時間 去做到搭配 那這邊都只是一個基礎裝填的部分 那後面其實你這邊也有一個這個信標 它的空襲時間會減少4% 這個是不會去計算的 所以如果你有裝備這個信標的話 基本上你大概就要直接先空個0.9秒到0.8秒之間的一個CD時間 才是你完整真正的空襲時間 所以你在計算的時候 如果你的舰台機後面有裝備這個信標的話 請自己預設先減掉0.8到0.9秒 好啦以上是今天關於這個 艦載機調速的一個方法 然後也跟你講解了哪些飛機是比較快的 哪些飛機是比較慢的 供你去選擇 那之後呢這些應用啊 飛機之間的應用 還有飛機或大炮戰艦 他們之間的一個前後關係 速度關係 那就等你自己去做嘗試啦 好啦我是草飛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